大家好 我是老胡 电池的问题 希望这次能够解决 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都没有解决我这个问题 买了两件房车 吃我头痛了两年 我都不敢用这个电池 去做任何事情 我们一直认为 IGM那个电池不好 结果换了四个锂电池 让我们很失望 断了两次电 今天早前 明天 又全部断电了 四个电池 充的满满的 网上也没有用它 希望Devin能够解决这问题 让我们以后就没后果之忧了 今天控制仪表刚到 现在装好 没有任何一个人 这么认真 这么信心的 嗨 Devin 先说哈喽 这是Devin 主持人 技术 他现在主持人 帮助增加大 因为这些人非常好 专业 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买了这新车 两年 Battery给了我一个疾病 两年 我买到很多 RV的商业 我买了 确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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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来到 SKYREVAL RV 他正在忙 他介绍了 他说 我会找到 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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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 希望这次 能够解决 所有的问题 我没有疾病 你明白吗 你做得很好 OK 这个小伙子既是技术员 又是老板 干活很认真 Family RV管这两个电池 基本上没什么固定 而且上面还有金属的 要如果跳动 这两个电机碰在一起 就会短路 所以这小伙子一看 这个太不安全了 这个小伙子又给我加固了 这是一个帮带 一边定一个 这个 现在把它拉紧了 全部捆在一起了 这才 这才一点不动 根据这两个人工作情况 你就知道 认真不认真 专业不专业了 找对人很重要 以前光检查认为电池有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 没给电池充电 它充电 只有两种可能给它充电 一个发电机 一个外接电源 太阳能充电很少 这是有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就是开着车 充电很少 小伙子调试完以后 各方面还可以 但是还没彻底解决 微波炉能够用的话 这解决一个大问题 现在全完好了 像这个仪表呢 现在还没有时间 把它拉到外面去 而且这个仪表呢 也没多大用了 因为这个是蓝牙 连了我的手机的 所以在手机上都能看了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